《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第三節回來 身邊有台長 繼續有Cat 還有我們經常有過來客串的Laurence 今天為何想找一下台長呢 因為很多觀眾經常講台長 神秘之夜大家都很喜歡 其實甚麼都講 功夫 音樂 足球 很多包羅 萬一犯犯都可以 這些叫濫於充數 要這麼多學都不容易 但星期都用這個字 台長就是講神秘的東西 我前陣子也有聽台長講一些關於埃及 我想跟大家都有興趣多 譬如我自己有興趣 跟外星文明是否有關 因為我都見譬如 不知道他之前這個很著名的 那些 甚麼 不知道 Warren 或者Scrock 又說 在火星發現了 這裡 這些 其實 有人說 是否好似 埃及 那些 金字塔 然後又說 你看看這些 金字塔和葉布座 是不是有關係 你看高度 跟星的亮度 其實大家有直接的關係 很多都講得很細 甚至說 埃及法老 如果沒有外星人他幫助他 哪有這麼厲害的呢 台長 其實 這些埃及文明和外星人 究竟為何會有這麼多人覺得有關係 你可以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正統的埃及學 走去掛 走在金字塔裏面 量一下他 多高 多闊 開入面 一直都沒有甚麼所謂神秘的 大家只不過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次是怎麼起 但是到了大概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就開始有一個人叫Gondanican 是一個瑞士人來的 其實不是一個學者 他只不過是一個作家 寫了一些東西說 其實我們世界上很多古蹟 不是人起的 是靠一些外星人的幫助 當然這種講法一講起來 就引起很大的爭議 他亦有很多東西是錯的 但問題就是 要是正統的埃及學 他解釋不是太有說服力 解釋到金字塔怎麼起法 還有怎麼計算遊戲 最傳統的講法 就是那裡其實是一個墳墓 就是裝了這個法老王 和他那個夫人的位置 但是一路裡面都找不到木乃伊 甚至有人懷疑 根本不是一個所謂官幕 就算給你是官幕 就是你為什麼起得這麼精緻 那個精緻有幾部份 去東南西北谷幾個位都很準 甚至用今日的角度都是很準 但是如果是四千多年前 四千年前 人有什麼科技可以讀得這麼準 這是其一 第二就是如果你去過的時候 我沒有去過 但是我根據那些書看法 就是石與石之間 那個瓦是很細的 甚至你可能一張紙進去都很困難 當然有其他地方 譬如在Marcho Beach那些 都是更厲害的 根本吃不到一張紙進去的 所以這個叫精緻的科技 我們有兩個疑問 第一個就是當時有人怎麼做 譬如你打磨一塊石 這些石 你要做工程要多久 還有那些人要花多少勞力去做這件事 還有你怎樣去照顧他們 給多少錢 這些是很日常的事 到現在不是一個很有說服的解釋 第二個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在這個之前 其實大家見不到 有類似這麼精緻的一些科技 如果你再推廣一些 其實很多世界上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你在很久很久之前 幾千年前 那些人為什麼要去做這些事情 舉個例子 譬如我剛才提到的 他不在平面 他在山上 你拿些石頭上去 他本身已經很困難 因為我以前有個網友 他怎樣上去 他是租了軍方直升機上去 你這樣說 你揹一些石頭上去 你怎樣揹呢 正統的考古學家 他們就不太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 他給了很多膚險 你就這樣做起 但是始終大家覺得 你今天起回來也不容易 其中一個最具體的例子 在哪裡呢 這個已經是一個相當有說服力的例子 就是在黎巴嫩 有個地方 那個石柱是說幾百噸 浪了三個石上面 分號差的 你用什麼釣雞釣上去呢 現在未必釣到的 不止在那個地方 還有一些未完成的石柱 又是說幾百噸 一個人站上去好像一顆米 這些事例引起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究竟在古代 是否曾經有一些科技超前 甚至到我們今天都未必做到 如果有這樣的例子 問題就是究竟是人造 純粹人造 還是有外力的幫助 如果是人造的 我們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些科技怎麼會失傳 這個是整體上 你問剛才我們說的 埃及為何會令到你去想起有外星人呢 原因就是你所有解釋不到事情 你都用外星人解釋 這樣就很快 就是原因是否難看 但是是不是有外星人呢 這個問題我相信到現在都是一個爭議 有很多人都覺得這些天荒夜譚 其中一個最經典的回答就是 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你明天要不要上班 有外星人明天要上班 都要了 明天要上班 那你有外星人 沒有外星人又如何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經典的 對這個問題 但我的答案很簡單 有外星人呢 如果你發現了 例如說美國政府今天公佈 有外星人的話 你明天要上班 不過你下約就不用回去 因為你沒得回去 是 那為何沒得回去呢 其中一個很主要原因就是 涉及到能源的問題 例如我們見到飛碟 那飛碟用甚麼動力去推行 現在我們駕駛車或電池 全部用能源 那如果真的有人發現 這些外星人 如果他們願意飛機的科技 轉移給我們的話 我們全世界起碼交出電費 接下來很多事不用人做 全部是AI做 或者外星人做 我們便不用上班 那你不用上班 那你沒有錢收入 你便做乞丐 所以答案就是 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大部份人都會做乞丐 說說他是外星人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會覺得 經常說 美國政府收入了很多資料 由上世紀 很多人很快就會公佈那些資料 公佈那些資料 大家便會知道 但好像去到現在的人 都未說很見那些資料 他公佈出來 甚至不是了 我們去了國會議政會 出來的影片 流到 好像是 敷衍你 你就算 其實你們個人覺得 是否真的 他會這麼順滕 有一天學你講 幾十多天都未出現 是會公開這些資料 這個是是的 要他公開的資料很難 譬如你是當時人 你是政府 我現在拿著整個東西在這裏 這東西我是全世界 沒有人可以挑戰我 例如我有一個飛碟 或者我有一個很有殺傷力的武器 我的星人 其實那個殺傷力 根據一些人說的很厲害 根本無法跟他分析 如果我拿著這些資料 我為何要跟你分享 你給我 我都不會跟你分享 這個客觀上有一個效果 就是其他國家 例如俄羅斯 例如其他國家 他們就說 如果他真的有的話 我跟他打仗的時候 我會怎樣 這個是一個 有些人會認為這是所謂Psy-Op 什麼是psychological operation 就是心理戰 我一直放些資料出來 我有些什麼資料 你夠不夠跟我打核戰 舉個例如俄羅斯說 我按個制我 我就射你 原來一射出來 全部那些飛彈 全部是射在自己的 你就只會搞 那些觀眾就說 這個一定是假的 我可以回答你一個事 1960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飛彈基地 叫白鯊 白鯊 是視改上面有UFO 跟著全部下面的電子通訊 全部失靈 甚至是飛彈的轉向射回自己 當時香港飛碟學會 所以漁長Moon上來就馬上被人罵 這些簡直是癡線 但後來轉到原來這件事是真的 真的意思 程度在哪裏呢 就是當時 在上方的車角出現了UFO的現象 下面亦同時出現了電腦部長 但是這個現象 是否推理到一定的外星人呢 中間的邏輯上正面有一個gap 但是以我來說 最有高度可能性的就是外星人 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全面發動物戰 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是大家去做一些實證的調查 在有原子能的地方 是不是大部份都有UFO的事例出現 即是無論剛才阿康正說 這些相片有多流 公開出來可以很流 但問題就是 他會不會不讓你知道有電影 拍了不讓你看呢 他特意放一些很流的片 說服你 這個問題是很多人所說的 因為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福島311那個海嘯地的事件 是不是在那個海嘯之後 那個核電廠是上空有UFO出現的 沒錯 其實如果在日本來說 UFO目的過程 基本上我們不算那些 在古代流下來的傳說 由一九四幾年打仗開始 由他打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打輸了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基地 被美軍用來佔據 用來做他那個駐當地的基地也好 都會不時出現很多不同的UFO目擊個案 但很多時候出現完這些UFO目擊個案之後 就會傳到原來那個地方 就是美軍用來收藏一些武器 或者兵器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會有一個共識 如果在日本某一個地方 經常見到UFO出現 就就是說 那個地方首先 會有很多軍火在那裡 好了 第二 無論其他世界的地方 不同的行動出現問題也好 都會出現很多UFO目擊個案 由於這個福島這個 是最為受人的關注 因為相對現在那個時期 都比較近一些 十三年前 所以有很多片都可以很清晰 拍給大家看 為什麼他一出事的那一刻開始 就有很多不同的上面的天空發光 那些會飛來飛去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證實到 外星人是很關心地球上 一些會帶來破壞 或者是會令到其他蜜藏受到影響的武器 他們就會出現一些關注 他用一個比較軟性的方法 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知道你們在做什麼的 如果你還繼續做下去 那不排除他們會有下一步的行動 當然他做的行動我們都不會知道 但是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報道 找一些相關的蛛絲馬車就知道 某一個地方如果經常出現UFO的時候 即是說那個地方是有了 但是外星人其實有很多的例子 甚至有些例子就是 剛好地區有說出現外星人 UFO有些軍事機附近 甚至有些說在那一陣子 撞了很多鬼 到時候可能覺得 這些直接都會有關係 但是未必有時候說 撞鬼或者UFO 真的可以分開看 可能有時候都可以 可以加碼一起講 都可以一起看 但我又會看 究竟他們是純粹觀察 還是好像有些人會這樣 他真的想阻止你 或者不想你發展什麼 威脅到他 正等於我會研究 譬如這個蟻洞 很多蟻去搬一些食物 但我未必想想干擾他的生活 因為這個蟻洞對我來說 不會影響我多些什麼 不過我有興趣去觀察你這樣解 當然如果你看到那個蟻洞 他經常做一些東西 來影響到觀察那個人 又或者你會覺得 他們這樣繼續做下去 可能連其他相連的地方 都會受到一些干擾 或者是一些破壞的時候 那觀察就可能要做一些事情 康正剛才提到的 其實有一個觀點 就是所謂這些靈異的東西 外星人的東西 或者一些古代文明 三樣東西 本身都是一個共同的現象 舉一個例子 在美國猶他州 有一個農場 叫做皮行者農場 Skinwalker 這個農場又是搞了很多這些 那些灰靈精壞的東西 其一就是Skinwalker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在這個 印第亞港的其中一族裏 納包一號他們說 那些壞的巫師 或者殺滿屍 他晚上會變成另一個野獸的樣子 等於我們說 類似人狼那些 又或者那些 很得人怕的怪事 大怪那樣 就是日太人 晚上會變成這些 而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又會有UFO 跟著又有那些牛隻馬 那些農場 是無端端被人劏了 劏的技巧很高 就是第一件事 它沒有血 舉個例子 譬如說 那隻牛在裡面 它拿了一個胃出來 但是那個傷口很小 牛就死了 三件事就合起來 在猶他州這個農場裡面出現了 這是一個最近 他們公佈 美國的一個Channel 叫History Channel 即是歷史頻道 公佈了一段片出來 就是拍到四隻UFO 但是用高速飛行影 即是換言之 在平常我們眼中未必看到 它很快地穿過了 跟著消失了 但是用高速的相機拍了之後 即是有些人就分析了 其實就不是普通的飛機來的 只是它效盈的速度 和它們沒有噴射 於是有一個人 即是前幾年 我們在飛碟學會的seminar 即是是一個國際研究者 Hernando Ray 他就說 其實這些是一個共同的事情 就是有些物體 你不要理它高科技就好 它是在其他空間生活 即是說它可能在第五度空間 第六度空間 它可以突然間穿了牆出來 然後消失 可以有投射一些影像下去 你的顱海之中 涉及這個問題就是 譬如說你講的 有一個人狼 或是一個大鴿怪 甚至是類似的水怪 你覺得是不可能的 即現實上 如果你從一個生活學的角度 沒有可能是有些東西的 但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這些影像 是用某種方法 投射在我們的神經系統裡面 即是等於現在你用虛擬現實 你戴了一部這個鏡子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好像很真的 但那些東西是在你的腦裡面 即是創造出來的 只是戴了一部才看得到 你可以想一件事 其實我們的感官 都是同樣一件事 是有些人 有些人 有某種的生物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影響到我們 那些東西不是真的 所以涉及到這個問題 即我之前去講 人可能是井底之蛙 你看到一個東西 你感官的東西就不多 你不可以超越時間 時間一路流逝 但你可以想像 有些生物它不是這樣的 它可以穿梭時間 穿梭三位空間 又可以影響到你的神經系統 因為這個講法似乎又很神奇 但當有到VR後 你就覺得在技術上是我的 而且有很多人接觸過UFO的時候 它們會產生一些幻覺 例如見到一些小藝人 會見到一些十尺高的螃蟻人 我相信這些不是真事 但有可能這些高科技 可以影響到我們的感覺 令到我們覺得 似乎真的好像見到一些東西 或者正等於寫小說 我喜歡小說裏的角色 命運是怎樣都可以 小說裏的角色 會知道小說這角色的存在 但它不知道原來有人在寫它們 正等於我們 譬如我們三位空間的人類 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有些人就已經可以 寫了我們的命運 生命 而我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有時我們就用了宗教 用了神 會走去形容 所以有些看法 甚至我想會在未來這幾十年 會成行 其實什麼是神 神就是外星人 它不是自善自美 自物 只不過它比我們的能力 比我們的科技超越很多 嗯 我經常說 譬如你發學要脫離輪迴 會不會是 其實去了一個 將我們的靈魂 由肉體 由三位空間 解放了 不知道去了哪裏 甚至連我都沒有了 有意識下 是你和那些東西 同在一起 有人說有什麼謠拒 謠詩 千里眼這些 都有一些類似它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 我們用宗教 用神去解釋一些 我們解釋不到的東西 但原來很多是我們 根本不知道 不會去探同的 那你凡是對不知道的東西 你這麼正確要給個理由 那當然是很多 所謂的神秘學 譬如說 為什麼它有一天吃 有一天一隻狗咬著太陽 當它餅吃了 那以前有很多 這是人的需要 譬如說 我們對於我們生活的痛苦 我們的一些挫折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覺得很難去忍受 或者去度過 例如是一個很好的人 為什麼突然撞車死 我們都給他一些理由 我們就說 他前生現在是很慰恨 但他前生是做過很多壞事 所以他今世被車撞死 例如阿拉斯以前有講過 他在輪迴的時候 他選擇做這件事 他選擇了就是 我這麼勇敢 我選擇做這件事 即我們的心靈上 我們需要給一些解釋 我們為什麼會在這 我們為什麼會遇到這些東西 我們這節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還有很多問題 都想問一下幾位 接著 私 我 各種